哈喽大家好 我是房小鱼 我今天要去医院做小排鸡 刚准备去医院 就会发现我包包没带 现在一个人爬八楼去了 上去半天了 还没下来 下来了 终于下来了 我等了20分钟 你怎么搞这么久 爬好累了 到我了我进去了 22号 进去吧 有毛病没 没毛病偏大了 大了八天 一个那个胎儿夺盛 不都卖 就是做胎盘机的时候 有的那个东西 现在还是这个 但是医生有时候都没关系 不认为他绕续 就没绕续 那可以啊 那就OK了 一级胎盘 不知道 你没有问他吗 没问 他之前的胎性是 140几的 现在胎性138 那是不是儿子 不是儿子胎性 越低一级 去医生看一下吧 今天还有产检吗 就强不强的 两个体重 两个血压 然后把这给他看一下 嗯 跟我开了两盒盖 就这么一点 这两盒吃12天就吃完了 要录我吗 嗯 刚刚把那个小排鸡的单子给医生看了一下 结果还挺好的 说我那个胎盘现在是一级的 但是也是正常的 然后之前不是拍了一个太动的视频吗 不是太动很厉害吗 网友都怕我绕井呀 什么缺氧呀 要我去照一下B超 今天刚好产品都照过了嘛 都是正常的 羊水也是正常的 那个小孩也没有绕井 结果都挺好的 今天应该是30周 但是B超照出来31加1 偏大了8天 两个星期之后再过来产检 到37周的时候就是一个星期来一次了 好了 那我现在要回去了 今天就这样了 下次再见 拜拜